大家好,我是大营 三复天我家经常用丝瓜来做汤 清淡爽口,而且营养丰富 今天分享的这锅汤更是孩子特别喜欢的 汤鲜肉嫩,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先准备两根丝瓜,把皮去掉,头部的一点也去掉 接下来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收入盘子里备用 洗净的筋链布撕成小短,切成长短 再来一个去皮的西红柿,先切成片 再切成小块备用 一块鲜猪肉,先切成小块 再剁成肉馅 最好用这种肥瘦相间的吃起来更香 多好收入碗中 加入葱花和姜末 一勺十三香 一勺食用盐 生抽 料酒 再倒入一个蛋清 半勺玉米淀粉 顺着一个方向把肉馅多搅拌一会儿 直到感觉比较费力 肉馅变得有些粘稠就可以了 锅里油热以后加入提前切好的葱花 先把香味炒出来 再把西红柿下锅 先加入一勺食用盐 用按压翻炒的方式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再把切好的丝瓜和金内菇下锅翻炒片刻 加入足量的清水 既然要喝汤水可以多一点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烧开 水开以后转小火 防止把丸子冲散 左手蒜一团馅料 挤出一个丸子的形状 右手下入丸子 全部下好以后先不要着急搅动 等表面稍微定型再搅拌 盖上盖子中火煮四五分钟 闻着就特别的香 最后撒上点香菜 搅拌一下就可以整锅倒在汤丸里 我家孩子平时特别喜欢吃这种丝瓜肉丸汤 丝瓜的口感滑嫩 肉丸子吃起来也是鲜嫩可口 而且非常的入味 用西红柿的汤汁来打底 既能增加营养 汤喝起来也更加的开胃 而且一点都不会感觉油腻 老人孩子都很适合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